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吉隆塔从12月5号到10号市营运 总共吸引了7万多人朝圣 预计12月16号要正式启用 市长谢国梁拍板表示 只要是吉隆人就确定不收费 高度67公尺的吉隆塔 以港区桥市起重机围发响 次之3.7亿元打造 只要搭乘19楼高的景观电梯 再走上高架人形站道 就能将港区市区的美景 尽收盐底 刚刚起来而已 感觉是不错 超美超赞 对 没错 刚起来也好久 民众在战道上拿起手机 记录山海和市井 金融塔市营运6天 就幸超过7万人次前来体验 而远眺完美景 还能进入充满神秘色彩的 星恶反空洞一同探索 很神奇 在这里还统来统去 没错就对了 没错 市营运这6天来 总共来参观的民众统计数字 大概七万两千多 那最高的时候曾经到一万六七人次这样子 那最少也有大概五千多人次 那其实在这6天的市营运期间 民众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 他们也很关心一些议题 市营运期间 市营大批游客前来朝圣 但外界关心金融塔到底 未来要不要收费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市民肯定不会收费 但外界市民众收费 还在考量利弊 基隆市民肯定是不收费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们市民的权益 那外界市的朋友 要不要收费 基本上我会全衡考量 我如果收了费用 让他们下跑了 那不来基隆观光旅游了 那我们是得不偿失 但如果都不收取费用 其实那个地方为什么围管 会到比较高的金额 就是因为他那个设计量体等等 他那个其实是要常常保养 基隆塔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有他维护上的必要性 所以呢其实为了 基隆市长远的财政问题来讲的话 我认为外界市的朋友来玩 我们应该是可以着收 大概二十元或三十元这样的费用 基隆市民小卷系一定不能收费 对吧 然后对于外界市 当然使用者付费 他们还是应该要着收 对我们基隆市的市库 整个回修的部分也都 才有经费可以去做这些保养 基隆塔将在十二月十六日正式营运 翔伊兰山海美景游客不容错过 记者黄宋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看基隆首辆基隆少女动漫彩绘公车 正式上路咯 市政府购买了六辆低底盘公车 其中的两辆以基隆少女为主题 充满了动漫元素 基隆少女吉古拉和语焉两姐妹 化身成江东大使 彩绘在新购买的两辆公车上 动漫元素立即引起了民众的目光 动画动漫之类的 对于吸引动画组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你会多看两眼 对会多看两眼 不仅公车外观有动漫风格 公车的内装也很梦幻 公车内的手把上 也有基隆少女陪你搭公车 基隆又是高龄化的社会 第二个是把一个公车 能够做成这么有趣这么可爱 让每个人上车的人都充满了朝气 也是基隆需要的 就要刚才我们的副语长说的 基隆不再是老的社会 基隆要充满年轻的感觉 我们基隆少女主题公车 基隆成功 这是基隆市政府新采购的 六辆低底盘公车 其中两辆作为基隆少女主题公车 其中记者会上 两位基隆少女大票 流行舞曲 展现基隆的城市火力 我觉得真的 我们基隆算是一个老旧城市 那因为今天的市 我们的这个公车处 让这个 就今天这个公车的一个整个造型 少女为主题 会让你觉得 让我们基隆市觉得 我们越来越年轻 但是那个基隆 这个卡通人物真的 整个基隆市都带动整个 就是很年轻很可爱 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公车乘坐率 每天蛮多的六至八万人 所以说也是个青山大使 所以两位青山大使的加入 我相信我们基隆市 会充分点 显示我们基隆市 在智慧有爱的城市 基隆市公共运输四占比 列居全国第二 每年服务两千两百万人次 山府购入地底盘公车 对于长者和轮椅族来说 相当友善 交通是最基础的 所以这个滴地盘公车 不只对于轮椅族很友善的便利 也对于娃娃族推娃娃车的 那现在还有很多推宠物车的 还有我们国际的旅人 推行李的 他们来搭我们的大宗教 他们的公司系统 都会更用山更便利 基隆市目前有164台公车 行驶55条路线 其中67台是低底盘公车 这六辆新的公车加入营运 搭配动漫基隆少女图案 将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 多搭乘公车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知名的山药大餐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了20多年 今年在基隆港海产楼登场 席开摆桌同时用餐 场面壮观热闹 有订到桌的民众都相当开心 画面上是由市府产发处 和基隆市农会 共同合作的山药大餐 举办场地在基隆港海产楼 楼上楼下 共有100桌被秒杀定桌 能有机会品尝到 基隆知名的山药大餐 来用餐的民众相当开心 因为吃的不错很好吃 所以喜欢吃才来定的 很难定要排队排很久 很抢手一下子就抢空了 今天的山药特别好 因为我们这里今年没有台风 没有台风的时候 但是也很多被这个野生动物清洗掉 也是有啦 还好啦还有今天晚上 可以大家还要享用一下 山药大餐融合山海浓鱼新鲜食材 共有10道特色料理 活动现场辅惠贵宾云集 还有多位立委参选人也到场参加 大家都一致肯定 基隆山药的品质跟营养价值 这是一年一度的山药大餐的一个餐会 很开心 基隆市的品种都非常特别 非常的可口 所以非常开心跟农会 能够大家紧密来合作 把今年一年一度 行之有年的 基隆的山药大餐的一个餐会 把它办起来 其实我们七堵的农会里面的这个山药 还有相关的产品 绝对是台湾首去一指 也值得让大家带出去给送给我们各国 或是我们其他县市的宾客 因为我们的山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吃过绝对战不绝口的一个产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的渔业 物产风浪 其实我们基隆的农会山药也是非常非常优秀跟厉害 那我最近去了市民农场发现我们基隆市的柚子也非常的厉害 每一家我们来办这个山药这个枪会 每次这个电脑一开始灯气 穿过去空 有什么样的 真的基隆的山药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是最好吃的 而且我们基隆市农会 也非常的用心在这个 我农产品这一块 非常的用心在街银 在我们七堵七的马寧地区 还有那地区 这边是类似土质方面 各方面气候的因素 所以在整个营养质的话 仅是一巴西而已 现在等于说全世界的话 我们的山药是何二有名的 第二名 所以说现在也 全台湾省都知道我们每次 山药餐融会几半以后 定做以后马上就爆满了 这山药餐真的很棒 山药吃起来脆脆的 然后水分又够 还会 还会 会有黏液 真的很不错 包括我们的山药 包括我们的树莓等等 那我们希望透过观光的方式 让更多人 认识基隆的风土 也认识基隆的民产 那未来让文庭进入立法院 帮大家争取更多的观光预算 以及观光的建设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未来能够推动一个新的农业 是可以让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农产品 可以更有创意 然后可以让农产品的美味 以及创意 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也特别特别感谢 我们基隆的农会 长期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推动 而且脚踏实地的把事情给做到好 37号 哇 这个反应比较好 太好了 主办单位准备了丰富的摸彩品 邀请市长和议长进行摸彩 被抽中的桌刺 全桌响起了欢呼声 开心上台领奖 让来用餐的民众 度过了一个温馨快乐的夜晚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距离2024总统及立委大选 剩下不到一个月 议长同志委及市议员吴华佳 陪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市议员 到成功及仁爱两处市场败票 争取民众美德赢台湾 让民进党立委席次 在国会冲过半 距离2024总统及立委大选 剩下最后30天左右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以及市议员吴华佳 特地陪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市议员到两个人的本命区 仁爱区的成功 以及仁爱两处市场败票 争取民众美德赢台湾 总统副总统支持赖金德肖美琴 立委支持郑文庭 政党票支持民进党 让民进党立委席次 在国会冲过半 郑文庭 動算 郑文庭 動算 郑文庭 動算 文庭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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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我想这个仁爱区 是基隆的心臟 那我们仁爱市场 就是仁爱区的心臟 那也是郑文庭 和我的本命区 郑文庭律师 出身仁爱区 那我想 我们今天来仁爱市场 掃街败票 格外的有意义 在选战倒数的时刻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本命区 冲出最高的选票 上一届 蔡世音在这边开到 一万两千多票 我们的目标 就是从仁爱市场出发 让郑文庭的本命区 完结一致的获得胜选 我想这次的选举 不是郑文庭个人的成败 也不是赖青德个人的成败 是台湾的未来 我们必须坚守主权 和平繁荣 我们必须大家一起来努力 希望大家把这个士气 撑起来 我想赖青德主席 也下全体动员令 务必把我们各区 不分区都送进国会 守护台湾 然后守护我们未来的民主 我想 国会过半这样的一个诉求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 我们的国防的机密被外泄 而徐巧新也把我们 国防以外的机密 泄露在外 所以我们认为 国会真的需要有强而有力的 这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来支持民进党的政策 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马文君 但我们需要更多挺台湾的 台湾队进入国会 来守护台湾的未来 由于仁爱区市议长同志委和民进党立委 参选人 郑文庭市议员的本命区 因此在成功市场和仁爱市场 拜票时也受到支持者的热情欢迎和加油 为美德赢台湾三票民进党信赖正文庭 协助家长们更了解孩子的个别需求 为他们提供适切的引导和支持 到底要怎么协助孩子为他们提供适切的引导和支持 又要如何协助孩子因应长大后未知的世界呢 教育处特别邀请到国中三年最强父母求生指南的畅销作家 洛洛老师带家长从同理心与辅导角度出发 搭配学习策略应用 让青少年孩子们得到终身适用的情绪力与学习力 最主要就是用一个金字塔的格式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上了国中到底孩子会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像最下层我是用能量管理 中层是学习策略 在上层是情绪管理 那我觉得在这三个部分 其实是现在孩子在面临青春期他们最需要的部分 那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现在新时代的家长们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贴近孩子的生活 能够希望孩子在课业学习 优良的状况下还能够身心发展健全 来协助我们家长来了解 我们如何在孩子面临选择的一个关头 我们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探索 所以我们觉得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 然后来达到适性扬才 陪伴孩子协助孩子 让他们在动态结构中成长 探索性下发现自我的亮点 我们必须要陪伴我们的小孩子 度过了他人生的这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我们听了这次的演讲之后呢 也学习到很多要如何鼓励我们的孩子 关心我们的孩子 对他很好的一个方法来帮助他成长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 每一个小孩就像一个种子 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施肥 照顾他长大 对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都生来 就会当父母嘛 对所以来上了这个课 让我觉得重新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跟小孩好好的相处 对找到一个跟他适合的方式 让他快乐我也快乐 在教养与学习中找到着力点 进而发掘孩子的性向 由更多的面向来思考未来多元生涯 发展的无限可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正二代 不是副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文婷 主要 非白公 有家的一边来下礼拜可 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看哦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如何在理智失控的时刻 保持冷静呢 福大顺心高中特别邀请 中华点亮生命教育协会 彭川云老师 分享当理智线断掉的那一刻 亲职讲座 让不少家长收获良多 亲子的教养路上 大家是否有道理我都知道 但却忍不住让理智线断掉的经验呢 福大顺心高中 特别邀请到彭川云老师 以桌游的方式 带家长老师感受真正的自己 进而看见背后的期望与需求 所以透过一个短短的小活动 只是金币银币的 剪刀石头布的交换 却可以让老师同学 还有家长明白 原来我希望我的生命当中 可以充满什么样的风景 当你越了解自己的期待 透过实际上的互动 然后去发现的真相 才比较有机会受到感动 回到家里 成为你改变的行动 因为感动 才有机会转化成行动 才能与孩子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模式 也更能够面对孩子的成长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在人与人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12岁以前 决定权是在父母亲 12到15岁 父母亲 孩子两个要肩并肩一起看事情 15岁以后 可能还是要开始学习做决定 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那父母亲应该了解 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他所站的位置 其实在学校当中 我们也开始希望孩子 知道感受是什么 然后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当每个人都能够 清楚地表达感受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美好 因为感动 才有机会转化为行动 才能与孩子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模式 也能一起面对孩子的成长 让我们做爸妈的 能够更了解 自己跟小孩之间的 起始点到底是在哪里 美好的关系 还是要从感受自己开始 其中的理智线是关键 理智线会崩溃的原因 其实是我期许有一种亲子关系 我希望有一种生活方式 但现在的孩子 他长出来 虽然是我生的 可是怎么做的 想的跟我不一样 因为崩溃的那一刻 其实就正是你的期待落空 你事实上虽然会生气 可是生气是一张包装纸 包装的是你的失落 你对孩子的期待失落了 你对于自己要成就一个好父母的形象 失落了 所以这时候深呼吸 先回到自己的期待 我什么落空 所以难受 然后才会生气 当你可以先安顿自己的时候 你就更能够理解你的崩溃来源 安顿好自己 也就越能理解 越能凝聚亲子关系 你就会发现 断掉的不会是理智线 连接起来的 会是你们彼此亲子关系的爱之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为了要提倡爱惜资源 不浪费的环保观念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把今年举办海洋保育活动 所使用过的小道具 用来装饰圣诞树 成人简单温馨的海洋环保圣诞树 圣诞树上有海龟 章鱼 可爱的海洋布偶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特别把今年办活动 使用过的海洋小道具 用来装饰圣诞树 借此提倡爱惜资源不浪费的环保观念 虽然不像一般圣诞树 整颗挂满的装饰 但这份提倡环保的用心 让来到饭店的民众都深刻感受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提倡环保这件事 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责任 然后这个可能会让小朋友 或者是更多人去得到更大的启发 说连饭店这种地方都已经提倡了 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更加地去注重这件事 看起来非常好 因为海洋的灵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正在面对现在的问题 所以对于使用更多的装饰 我们还要用更多的装饰 所以它是非常好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谢谢 它只是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然后可以提倡减少使用一些塑料 然后减少一些污染的问题 所以它觉得很不错 大家也知道饭店在圣诞节的时候 会做一个很多的圣诞布置 那这布置上面会用到像树藤 然后还有那些吊饰 还有一些像蝴蝶结啊 这些可能是不可回收的 可能它是一次性的 这装饰品它用完就丢掉了 可是其实每一年这样累积下来 甚至跟饭店它很多房间 它的一些被瓶累积下 它也是一个很可观的树木 那我们从暑假开始 也针对这个议题 海洋保育这件事情 我们有做了一个通盘的思考 我们想其实饭店它是一个 领导的角色 我们希望说在做装饰的时候 它也可以包含这个 保育海洋的理念在里面 那我们就把暑假 我们的海洋保育活动的 相关装饰品 全部都留下来 运用在这棵圣诞树上 那一方面呢 我们也保留我们的海洋意象 因为毕竟我们是领海的城市 那再来我们也希望这些物品 它可以在不同的活动跟用途中 一直不断的不断的被使用 它不会浪费 它也不会造成污染 也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起 享受这个海洋圣诞风 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认同我们的理念之外 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个QR Code 我们就希望客人他看完了 在这边拍照打卡 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他可以得到一张饭店的LINE的 那个住宿的100元折价券 对那希望说 你只是认同以外 他也有个实质的回馈 透过海洋环保圣诞树 结合环保住房的优惠之外 饭店也期望扮演好 基隆在地导游的角色 让民众不只是在此住一晚 还能深度体验基隆这座城市 我们希望就是 我们是身为一个基隆在地人 然后我们带着客人说 你可以去和平岛玩 你也可以去海科馆玩 甚至我们也推广说 如果你不想跑那么远 其实你可以在市区 像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 然后还有清安宫 仁爱市场 这边做白天的一个Tour 那我们就会跟这几个单位 景点去做合约签署 然后我们就会把他的门票 纳入在我们住宿的宾客 可以购买加购的行程当中 那你入住基隆 你会觉得我的行程很丰富 不是只是住完一晚就回家了 你会学习到很多东西 你也会体验到很多当地的景点特色 还有美食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在明年一二月 这行程当中 我们也因为当时是东北季风 我们希望客人他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就在住宿的这段期间 一到二月底 我们就加证了海科主题馆门票 或是再加证一个 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的门票 这是同时赠送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往海边的路线去玩 或者是你留在市区 然后就跟刚刚我提到的 可以去仁爱市场 去清安宫跟妈祖 那个这边就是拜一个好年 然后就是这一个市区的富尔 基隆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港都城市 欢迎爱好海洋风情的朋友们 一起到基隆走一走 探索这个充满历史文化的港都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市体育馆将在23号举办年中演唱会 目前免费开放民众锁票 锁票相当踊跃 而500张的公益票券 11号上午就开放购票 市长谢国梁慷慨认购100张 帮助落实 市政府一楼服务中心柜台 11日起开放演唱会 公益票购买 有民众日前排队 没有拿到票 干脆花钱来买票 也能做公益 我们一人两张 一人两张 所以你自己也是做公益 对 他有十几个 十几个来 都是民众就对了 对 为了响应社会公益 市政府特别规划500张的摇滚区应卖票 民众只要捐出1200元 给伊甸基金会就可以获得一张门票 那时候市长有通知我们这次 想要响应这次 特别释出500张的公益票的时候 其实伊甸就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在各个的服务上面 我们所需的经费 除了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之外 我们其实基金会有一些自酬的经费 其实相对也是有一些些 需要到社会大众一起来协助的 义卖票开放购买第一天 截至中午12点为止 就卖出了140张 其中市长谢国良 个人就认购100张门票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 也很感谢议会 大家都很体谅 所以这一次包括市府跟议会 我们都没有任何公关票 坦白讲是一张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的话 拿点钱做公益买一点票 然后这个如果有一些弱势朋友 什么想要看的话 我们再来协助他们 对不起我不晓得这个被大家知道了 伊甸基金会强调 若这500张的公益门票 能够顺利卖出 基金会将可获捐 新台币60万元 除了感谢购买一卖票的民众之外 也承诺会三家这笔散款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hàng 2017 destpeed 你 好